文學千古事,得失我心智,蕭若元和你細說,新高中中國語文。 這個就是西江月顯影,醉裡且貪歡笑,喝醉酒當然要笑,要仇那得功夫。 這句已經有趣了,仇就仇,我哪有空仇,這個寫法是不是很創新, 要仇那得功夫,近來史國古人書, 近來我想到古人的書,信著全無是處, 如果你信他,一點用都沒有,這些態度,有沒有別人可以寫出來, 昨夜從邊醉倒,昨天在從邊,我喝醉酒, 文同一波從樹講話,你知道嗎,喝醉酒是, 文從我醉何愚,我有沒有喝醉先, 你告訴我,我有沒有喝醉先,那一波一吹, 那一波一吹,那一波從樹動,指疑從動要來負, 那一波從我動,他覺得那一波從樹,說我喝醉, 想來扶我,那幾次喝醉就推從樹, 以手推從讓,去,不要扶我,我還沒醉,我自己可以,我自己站在那裡, 那個想像力,和從樹的對話, 進入一個醉的人的心態裡面, 和整件事很像電影感, 是沒有人這樣寫詞, 之前是,沒有人有這個想像力, 和寫得這麼生猛, 這個已經是難以企及, 我再用第二首,其實他有很多詞都很出名, 這個第二首,《何新亮》, 《甚二吾須爾》,其實那時候他只有四十幾歲, 《恨平生交由零落,指甘如去》, 剩下多少人, 平生的親友很多都死了, 這個就是繼承了李伯, 《白發空遂三千丈》, 這種是誇張的修詞形式, 《白發空遂三千丈》, 《真心百年降》, 《問何物能令恭喜》, 又問自己的對話, 《我見青山多無微》, 《我看見青山就很漂亮》, 《青山很漂亮》, 《遼青山見我應於是》, 《我看見青山見到我》, 《又是覺得我很漂亮》, 《我和青山是很相似的》, 《情與貌》, 《略相似》, 《略相似》, 後面這幾句太出名了, 《回首叫》, 《雲非風起》, 《一叫》是可以雲非風起的氣勢, 《不恨古人吾不見》, 我們讀書的人, 或者讀歷史的人, 有些人都很感想, 《為何我見不到那時, 那些人的風光那時, 那些英雄人物, 或者那些聖節, 我真的見到他們就好了, 這句, 《我不恨古人我見不到》, 《恨古人不見吾狂義》, 為什麼古人沒有見到我的狂態呢? 這個是不是真的好東西呢? 不恨古人不見,恨古人不見, 不狂義,思我者 義三子。 我又講,如果以悲壯的詞, 紅壯的詞的分別, 其實我講念奴嬌,蘇東波寫的那些是怎樣呢? 蘇東波寫的那些是怎樣呢? 是人生的,一種豪放的態度, 豪放的態度,就是等於, 驚徒拍岸,捲起千堆雪, 這種意境,或者, 老夫療法少年狂,左軒王, 又是倉,錦帽丁騎,千騎,捲平江, 蘇東波寫的是這樣, 一去到生氣侄, 如果這樣, 蘇東波那種是 私人的豪放, 是私人的豪放, 生氣侄那種是英雄的豪放, 就是我自小最喜歡的一首詞之一, 又是生氣侄寫, 其實我喜歡太多詞的生氣侄寫, 只是聽一下頭那幾句, 聚裡扯他, 聚裡挑燈看劍, 夢迴吹國連刑, 聚了走, 都在那裡看白寶劍, 是打算殺敵, 周圍那些軍隊在那裡吹架, 夢迴,一份者, 周圍在那裡吹那些浩角, 夢國連刑, 八百里分揮下隻, 八百里就是牛, 下令將牛, 湯了它, 分給那些軍隊吃, 為什麼呢? 吃飽與被打仗, 八百里分揮下隻, 五十元翻, 塞外星, 五十元是一種 胡人的樂器, 我們說的樂器是二十五元, 那些五十元是特別悲壮, 五十元翻,塞外星, 沙場抽點兵, 做大將軍是怎麼樣的, 馬作的路非快, 功遇霹力圓敬, 了卻君王, 天下士, 贏得生前, 生後命, 那種英雄氣概是多厲害, 整首詞是鋪排, 我都不想詳細解釋, 越解越長, 但是尾巴突然一轉, 這麼紅壯的詞, 其實是拱託最後一句, 馬作的路非快, 威成怎樣? 留給那隻馬就叫做的路, 馬作的路非快, 拉弓,功遇霹力圓敬, 搞定了皇帝所有擔心的事, 了卻君王, 天下士, 贏得生前, 生後命, 生前又沒有出名, 生後又沒有出名, 威嚇了吧, 有沒有威嚇到這樣? 可憐百發生, 你不是也是老, 你不是也是會死, 你已經老了, 整首詞到唱句完全掉穿了, 就是這樣, 整個異境完全掉穿了, 好了, 這個就是示範, 人生氣窒的詞的豪方, 是一種英雄式的豪方, 不是一種私人式的豪方, 因為他真的會帶兵打仗, 會衝攻陷阱的人, 好了, 而他的詞, 這個蘇東波也有的, 他的詞, 也不是只有這樣的路數, 他的路數太闊了, 寫軟弱的詞, 也是寫得非常好的, 我叫于飛列在後面, 給大家看那首詞, 這個摸魚兒, 寫軟弱的詞, 也寫到一流的, 更能燒幾番風雨, 匆匆春又歸去, 色春常化花開早, 何況落雄無數, 君且住, 天涯荒草無歸路, 願春不遇, 既算只有恩勤, 华念諸國, 盡日夜飛誰, 寫軟弱詞, 這是心功怨輔, 准而皆忌有誤, 千金仲買相如乎, 覓覓此乘誰掃, 君莫無, 君不見, 欲還非現皆尘土, 限壽正苦, 憂去以危難, 邪漾正在, 焉柳斷長處, 寫這些怨婦心態的詞, 是完全不會輸給其他人, 真是的, 真是的, 這首也是, 叫摩魚兒, 好了, 我為什麼要介紹他的詞封呢, 因為今天我講的那個, 青玉案, 不是典型他的豪放的詞, 青玉案是有第二種風格, 所以才要介紹這些狂放的詞, 想像力豐富的詞, 豪放的詞, 軟弱的詞, 辛喜疾是無所不包, 好了, 去到六十歲的時候, 開始到零中的時候, 就開始上北伐, 北伐又挖了辛喜疾出來, 辛喜疾是一個icon人物, 是一個icon人物, 我這首詞特別出來講, 其實呢, 結果都是不能夠重用辛喜疾, 我是用這首詞來突出, 辛喜疾, 除了寫詞寫得好, 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已經看出當時的北伐, 是一定註定失敗, 是預早寫了一首詞, 是講了他失敗, 我前面呢, 千古江山, 英雄無靡, 孫仲謀處, 現在還有沒有孫仲謀這些人呢? 沉上康覓, 人道祭奴曾駐, 所謂祭奴就是劉豫, 南朝的開國皇帝, 南朝的宋開國皇帝, 他是北伐成功的, 這些人多厲害, 北伐成功的人, 想當年, 他一號撞起來就是這樣, 金鍋鐵馬, 氣吞萬里如虎, 厲害嗎? 但是不是, 他已經預言到, 這個寧宗的北伐, 是必然失敗, 原家草草, 風浪居碎, 贏得蒼旺北伐, 喂, 這個劉豫的兒子, 在原家年北伐, 想風浪居碎山, 這個就是學伏去病, 結果是怎樣? 喂, 走路走回來, 贏得蒼旺北伐, 你真是要小心, 如果你北伐准备不足那一刻, 草草, 籌備不足, 結果會贏, 蒼旺北伐, 四十三年, 望中游记, 風火揚州路, 喂, 你記不記得, 當時元顏亮南侵的時候, 打人不贏, 被人打回來, 整個揚州陷於風火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喂, 姜白石有一首詞講的嘛, 這個, 就是講這件事嘛, 趙胡馬虧江過後, 故原橋木, 游艷原兵, 被百萬金兵踩到長江邊境那一刻, 喂, 過幾十年後, 連草木都怕了這樣打仗, 打仗不是一件反的東西, 這一個是, 佛尼寫滅, 我現在在佛尼寫, 佛尼是在, 佛尼就是北魏泰武帝, 原家北伐, 結果失敗, 是反而被北魏泰武帝南侵, 打到南京附近, 建了一座廟, 這個就叫佛尼寫下, 反而引人打下來, 打到南京, 現在佛尼寫還在那裏, 即是在南京附近, 一邊神鴉射鼓, 結果那些人還在拜祭, 最後這幾句, 太多人引用了, 這些人一路, 可不可以用, 一定是說這句說話, 彭帥問, 廉婆老義, 尚能犯否, 我經常都講, 前年去選舉, 廉婆老義, 尚能犯否, 廉婆被趙國霸了相, 後來趙國不夠秦國打, 趙舔一敗塗地, 長平被人省四十萬行率, 趙皇上找回廉婆, 找人去看看, 廉婆七十幾歲, 這麼老還能打不打得呢? 廉婆表示她能打得, 在那個使者面前, 一頓飯吃了十斤肉, 很厲害, 一個牛扒就是八安士至十二安士, 就是這樣, 廉婆吃了多少牛扒呢? 廉婆一頓飯吃了三十件牛扒, 差不多這樣, 然後, 披甲上馬, 揮動武器, 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那個人, 那些人, 那個宰相和廉婆有仇, 不想趙皇就用廉婆, 他就回去告訴趙皇, 廉婆還能吃很多肉, 但是這樣, 我和他吃了一頓飯, 他餓了三次屎, 一飯三為始, 一飯三為始, 趙皇一想, 那些老人家長衛有問題, 如果經常去廁所, 怎麼帶兵打仗呢? 其實這也不要緊, 現在學大陸人這樣, 在街上按就可以了, 帶兵也是野外地方, 好了,我是說,由歷史風流人法說到,他又在這裏結合了時事,然後作出這個預測。 那結果,到了67歲,新氣疾,就屈屈以終了。 在這裏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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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這裏結束了。 在這裏結束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